4月6號 漳州古雷石化區發生爆炸的PX廠 是臺灣前東地市集團總裁陳友豪投資興建的 這位被臺灣列為十大經濟犯之一的人物呢 到了中國大陸卻成了納稅大戶 被形容為債留臺灣 前進大陸 因為這次PX廠的再次爆炸呢 外界質疑 PX廠背後肯定是有靠山 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的石化項目廠區爆炸 發生在4月6號晚上7點左右 當時現場火光沖天 方圓四、五十公里內都有很強的震感 爆炸地點附近房屋的屋頂都被震塌 這是該項目兩年內發生的第二次爆炸事故 至少有十幾名傷者送醫治療 其中兩名傷勢嚴重 根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 南京軍區第175醫院當晚出動數名專家 趕往PX爆炸現場 31集團軍某師防化營120人 五臺洗銷車趕往救援 除攜帶自身防護裝具外 還攜帶了80套救援用的防毒面具 PX中文名稱對二甲本 是一種石油化工產品 主要用作塑膠原料 也會用作生成品的工具 產其它的機溶劑 長期吸入二甲本可造成皮膚乾裂 或刺激產生神經衰弱綜合症 甚至會致癌 資料顯示 中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PX生產和消費國 產能約佔全球產能的20% 消費量佔全球38%左右 2013年進口870萬噸 自己率為47% 據瞭解 位於福建漳州古雷的PX工廠 是隸屬潛逃中國的臺灣前東地市集團總裁 陳友豪旗下產業 翔路騰龍集團 陳友豪在臺灣因涉嫌掏空案背信等罪 潛逃至中國大陸多年 債留臺灣 是臺灣十大經濟通緝要犯之一 陳友豪曾任國民黨中常委 但因為掏空案 涉嫌背信等罪 2003年潛逃至中國大陸成為通緝犯 但後來取得中國身份證 甚至還成為中國的繳稅大戶 備受當地相關政府機關人士的禮遇 被臺灣媒體形容為污名流臺灣 污染近大陸的麻煩人物 陳友豪在福建漳州砸下600多億元成立PX廠 興建過程遭當地民眾抗議不斷 2013年1月 這座PX廠 曾因環境影響評價未過 擅自動工 被大陸環保部勒令停工並罰款 此外 這座PX廠2013年7月30號凌晨 也曾發生爆炸 當時一條尚未投用的嘉青烈化管線 在衝入氫氣測試壓力時 發生汗凤開裂閃燃 網友諷刺地說 漳州PX是臺灣十大通緝藥犯陳友豪 經由國台辦引建 發改委特批才能搞的 這個企業是因為政治上的問題 跨標準和政策拿到這個PX項目 政治影響力下 監管權力就被約束了 這個化工廠的暴照 我覺得主要的原因呢 還是在這個地方政府監管不力造成的 如果它監督管理嚴格到來的話 這種事件是不應該發生的 亞洲週刊曾報導 江澤民之子江綿恆 與祥陸集團總裁于新昌的合作 導致陳友豪輕鬆取得福建省大塊工業用地 且獲中國銀行融資 據報導 陳友豪在廈門的PX廠 不顧國際環保標準 早就引發外界揣測 它的背後應有強硬靠山